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军台湾Plus频道上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黄金 最近黄金有一些很不错的表现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图 黄金的行情最近又在创新高 从突破2300美元到2400美元露个头 最近拉回到2300美元附近 这个图看出来过去这两三个月 黄金有不错的表现 变成一个热门话题 我们现在看一下 原本有一个商品的用途 就是消费者的首饰珠宝会用到黄金 还有一些工业上的用途也会用到黄金 那么这个部分黄金角色是一个商品 那么商品当然就有交易 可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黄金作为消费用途跟工业用途 这种商品属性 它是原本就日常存在的 比如说有很多人会去买黄金 来做首饰 做项链 做戒指 这种就是所谓消费者用途 那我们现在来讲黄金的进一步的属性 第一个呢 黄金作为一种避险资产 就是大家都知道 黄金不互利息 但是呢 这个在某些场合之下 大家会去追逐拥抱黄金 结果黄金的价格会上涨 那黄金的价格会上涨 价差就构成一个投资报酬了 有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 黄金会被当作避险资产来拥有 最早先黄金是被认为 它避险是避什么险呢 避通膨的险 就是你有通货膨胀 然后通常在这种环境之下 黄金的价格会走高 那结果黄金的价格走高以后 大家一想 在有通膨的年代 黄金可以作为一个避险工具 然后就更多的人会在有通膨的时候 去追逐去购买黄金 就这样子 然后就变成一种良性循环 可是后来发现 黄金真正币的险 其实不是通膨 而是什么 而是美元这个货币 国际货币 美元贬值的险 就是货币贬值的险 因为黄金直接替代的是 法定货币或者美元 在国际上讲货币就讲美元 假设美元会贬值 那你抱持美元就没有意思了 对不对 你的美元的购买力会流失 所以你就会想把美元甩掉 去换成其他物资来保值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黄金 是这样来的 一开始大家误解 以为是有通膨的时候就来买黄金 其实不是 因为有通膨的时候 通常也就是美元贬值的时候 这有些重叠 但是说不定有某些时候 并不完全重叠 那么我们追究它的根本 黄金币的险是币美元贬值的险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美元强的时候 黄金就走落 因为不需要币险 反过来讲美元弱的时候 黄金会走高 就是美元跟黄金之间 有一正一货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通常可以成立 就是美元跟黄金 用统计学的术语来讲 叫做互相关 就是一个正一个负 但是这是大部分时候 不是永远都这样 有少部分时候 黄金跟美元同涨或同跌 我再讲一遍 大部分的时候 美元黄金是负的关系 美元涨了黄金就跌 美元跌了黄金就涨 因为黄金作为避险资产 这个功能 它是在避美元贬值的险 所以美元走落的时候 黄金自然会走高 反过来讲 美元走强的时候 黄金就没那么吸引力了 黄金会跌 这是大部分时候 但是有少数时候 有些时候 黄金跟美元一起上升 或者一起下跌 所以很多规律性 是大部分时候 比如说70% 另外有30%的情况 不是这样 大家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那么现在讲一下 避险资产的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上 有两种情绪 一种叫做贪婪 英文叫做greed 另外一种叫做恐惧 英文叫做fear greed and fear 就是贪婪跟恐惧 那么这两种情绪 当你贪婪的时候 你可以 我说这两种情绪 并不对称 就是当你在贪婪的时候 你可以日日贪 月月贪 细水长流的贪 没问题 但是恐惧这个情绪 就不是这样了 你没有办法 经常在恐惧的情绪下 人类的正常心理状态 没办法长期处在 恐惧的情绪下 很多人到最后 就狗急跳墙了 要把这种恐惧的情绪 甩脱掉 所以恐惧的情绪 无法持久 那么这两种情绪 不对称什么含义 就是说 假设有风险事件发生 你的避险情绪暴增 你的风险偏好下降 你不愿意再去追逐风险 而是想要避险 于是你去买黄金 那么黄金行情会上涨 那么把避险资产的多头行情 我们就简称避险行情 风险事件发生了 挂那个很多人避险 然后就去买黄金 黄金的行情上去了 我们刚才讲贪婪的情绪 可以长长久久 细水长流 但是恐惧的情绪 却没办法持久 根据一个无法持久的避险情绪 而来的避险行情 也无法持久 这样逻辑上你可以理解 避险行情 背后是避险情绪在推动 但是避险情绪 无法持久 黄金的避险 这种避险行情 其实也无法持久 因为那个市场的避险情绪无法持久 如果你接受这个论断 这个推论 那就这样来 你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风险事件 产生避险情绪 于是造成避险行情 就是避险资产的多头行情 但是你知道 一旦发生了很大的机会 这个避险情绪是短暂性 它无法持久 对不对 所以避险行情也无法持久 因为避险情绪无法持久 所以避险行情无法持久 所以会吐回去 所以你的投资机会是这样 你无法事先买好避险资产 来期待风险事件发生 通常我们没办法预知 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风险事件 对不对 但是一旦风险事件发生 出现了避险行情 黄金挡上去了 你知道避险情绪无法持久 对不对 所以避险行情无法持久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做 做空 真正的操作法则 原则是避险行情出来之后 你就准备做空 因为它会吐回去 关键就在于说 市场情绪已经消退 不再那么避险 可是避险行情可能还没有吐回去 还没有拉回 这个时候就是做空的好机会 如果是这种情况存在的话 那你可以玩一把 但是市场的避险情绪已经消退 你不要根据你个人的判断 还是个人的情绪 因为你要看的是市场情绪 英文叫做market sentiment 市场情绪 那市场情绪怎么样来观察呢 有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叫做高收益债的行情 以前叫做垃圾债券 高收益债的意思就是说 它高报酬但是高风险 高收益债行情走高表示 市场情绪敢追逐风险 高收益债行情拉下来表示 大家抛售风险资产 就是在避险 所以高收益债行情下跌 表示避险情绪上升 第一个概念就是说 黄金作为避险资产 主要是避美元贬值的风险 而这种避险情绪 跟贪婪的情绪不对称 所以我们通常把它当作 避险资产来操作的话 是刚刚讲的那个法则 第二点 黄金的第二个角色 就是它作为外汇储备的资产 或者作为一种资产的概念 这个是跟美元的有竞争关系 你如果持有美元资产 比如说你的美元去买美国公债 可以领一点利息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去抱持黄金 把黄金当作美元资产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那么外汇储备的话 现在中国央行跟俄罗斯央行 最近这阵子都在大量的买进黄金 那他们有一种叫做去美元化 俄罗斯很简单 因为它被美国排出这个美元结算系统 所以他拿了美元也无法去跟国外做交易 所以很多原本应该抱持美元这个资产的 就干脆来改来买房金 持有房金 这是第一个 中国那边看到 美国可以把俄罗斯 踢出美元结算系统 那么中国也担心自己 说不定有一天 也被美国踢出美元结算系统 所以中国运作了一个叫做 跨国人民币结算系统 准备来跟美元做竞争 就是万里有一天也许需要 靠这个跨国的人民币结算系统 来应对一些贸易的结算 现在俄罗斯中央银行在买房金 中国人民银行在买房金 还有印度还有新加坡 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买房金 印度原本就有对房金比较喜欢 古老的民族跟文化 大概对房金都有一些青睐 新加坡是因为有很多的资金 从香港转到新加坡 新加坡也觉得可能必须增加房金的持有 来支撑它的新加坡的金融地位 那么这些中央银行持续性的买进黄金 提升它的黄金储备 但是注意黄金没有办法在贸易结算上取代美元 它在外费储备资产作为资产 它也许可以当作一个投资标的来拥有 来累积 但是你要用黄金来结算贸易的话 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第一个黄金太笨重 第二个黄金不足以满足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的结算 最后仍然必须回到美元来做结算 但是黄金作为外费储备资产 有它一定的价值 我打个比方 中南美洲的毒贩 他如果要跑路 他要逃亡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是什么 抱着什么礼啦 他一定是抱着美金 有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来抱持美元作为一个安全资产 但是黄金很笨重不好 携带安全资产的首选美元 方便嘛 流动性高 安全性高 市场的可接受度高 那么现在讲 外费储备的话主要是被一些央行来追逐跟持有 那么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另外一个考虑点 就是它是大国博弈的一个战场 意思就是说 如果再去美元化 以后取得重大进展 假设了 那么将来大国之间重新来谈判跟安排一个国际货币体系 假设要来取代美元 如果将来有这么一种情况的话 那么各国坐上谈判桌 话语权 看什么 看你的黄金储备 所以中国跟俄国都在累积 长期的持续的在累积 黄金储备 意思就是说将来如果有一天 国际货币体系要重新安排的话 那他们可以凭借手上的庞大的黄金储备 来提高他们的话语权 现在短期内是因为被美元排挤 所以必须另外有选项 就是选黄金 可是将来有一天也许大家坐上谈判桌 来重新安排国际货币体系 这个时候黄金储备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话语权的来源 所以他们把黄金其实是看成是大国博弈的一个战场 原本中国跟俄国是因为被美国制裁或者可能被美国制裁 他们担心某些银行没有办法乘坐美元结算的这个交易 没有办法帮客户完成这些交易 他们就把原本应该持有的美元资产改成去持有黄金 那么这样的情况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根据过去的历史记录 我们看这一张 从1971年8月15号 美国总统尼克森当时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 1盎司的黄金 关价35美元 那个脱钩以后 黄金上涨 然后我们现在看 从70年代初期的黄金 这个标注的点是黄金突破前高创历史新高 突破前高创历史新高 然后再来一样 突破前高创历史新高 那现在又到 最近又到了突破前高创历史新高 那么最近的那个情况是 像这一张图他们讲的 最近的黄金突破2300 2400美元 就是突破前高 突破前高创历史新高 请大家注意看 当黄金突破前高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会持续上涨一阵子 它会持续上涨一阵子 然后再拉回整理 每一次都这样 突破前高之后 还会有继续上涨的动能 通常是这样 那这一次也一样 这一次突破前高虽然有拉回 但是这个突破前高创历史新高 新高的时候通常会出现持续性的行情 快山坊 快木沐浴憨顺母亲借离合 让妈妈好好的休息 台湾原生快木精油 净化空气 忘却疲惫 滴入快木球放置居家环境保持香氛 快准沐浴露 洗法露 打造沐浴后的一夜好眠 快木香氛灶 天蓝宝石 合乎妈妈为家付出 历经辛劳的双手 献上一份最好的礼物 通常会有持续性的行情 所以如果你大胆一点 想要玩这个黄金的话 你可以打赌 它这一次突破前高 创历史新高 可能会持续一阵子 那通常黄金会有这种行情 人们解读意味着说 可能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 就好像地震前有什么征兆一样 黄金会动起来 绝对是很多资金 不在其他地方使用 而干脆跑来报时黄金 所以这样的行为通常 预告着可能会有些大事情要发生 有人说现在中国在累积黄金 囤积石油甚至于囤积粮食 还有铜金属铜 他们可能在为将来一些 更不利的情况 更风险的情况在做准备 比如说可能有战争要爆发 所以他在囤积黄金 石油铜粮食这些 有这么一种说法 那么这里告诉你说 黄金它作为一个投资标的 它不付利息 它只有价差可以让你赚 如果你把它考虑它是避险资产的话 正如我刚才提到 避险情绪不容易持续 不容易长久 所以黄金你说它没有涨吗 它会涨 除非一个情况 就是风险事件连续发生 不断发生 结果就把黄金的行情撑了比较久 要不然的话通常黄金的上涨是短暂的 它会不会涨 会涨 涨了以后会不会持久 不容易持久 就是说这种几率不大 不是说一定不会发生 像这一次的话 过两千二 两千三 两千四 有持续的两个月 这样子 通常黄金的行情是短暂的 它会涨 但是因为你无法事先预测 什么时候市场的避险情绪会暴增 但是我刚刚讲 一旦它发生了以后 这个避险行情会短暂 所以你可以做空 我刚刚是提到这么说 那意思就是说黄金的行情不容易有持续性 它会涨 但是涨完了之后可能很快就会吐回去了 因为避险情绪很难有持续性 这个原理是这样子 那如果风险事件一再发生 甚至于持续的很久 那就有可能把黄金的行情 撑的比较久一点 但是这种情形也要看机率 不是说经常会发生 偶尔可能会发生 这个风险事件一再来 对不对 这种情形不多 那一旦它发生的时候 黄金的行情就有支撑了 是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如果对一般散户来讲是这样 如果你有消费者用途 还是什么工业用途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 你是有实用价值 如果你把它当作资产的话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行情好的时候 你把黄金出头OK 因为你可以估计将来它会跌回来 那前一阵子黄金突破2100美元的时候 算是创历史新高 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行情不容易持久 所以就开始做空黄金 结果它涨到2200 2300 2400 那这些做空的 过了2100美元以后 做空的就被嘎空了 就被空头挤压 英文叫做short squeeze 空头挤压 其实我们的话讲就是被嘎空 结果被嘎空以后 有些做黄金教育的店面 还是一些教育所什么的 跑路关门了 因为被嘎了撑不下去 黄金涨过2100美元很不容易 没想到它居然上2300 一直到过了2400 然后最近开始才拉回 所以黄金我觉得它不适合散户 不适合散户的投资需求 它会有上涨 但是什么时候涨不一定 然后涨了以后恐怕也是很短暂 难以持续 那除非嘛 就是说风险事件一再发生 那这种几率也不太多 这一次它看起来比较持续 因为达到两个月 从三月到四月像两个月 通常黄金的上涨的话 就是很短暂 然后就很快的就拉回整理了 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想在黄金部位上投资 那么如果你是专业这么干的 OK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散户的话 我是建议说不要去玩黄金 因为行情不容易掌握 但是如果你是要买来做首饰 珠宝这个另当别论 好基本上 我们关于黄金的讨论就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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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